是調色時間 耶沒錯 9999 那其實訂閱 我覺得訂閱人數超過某一個數值 你其實就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你就是感覺 你只看到數字一直在增長 但是你其實沒有什麼 high的感覺 除非你到了一個 有點像里程碑 像是9999 那不然你的那些數字 其實你想像 你面前有9999個人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人數 你在一個學校啊 或是一個 一個大的活動 其實也不會到9999人 這麼多 通常不會啦 除非你是在開演唱會 我從分享影片到YouTube以來 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YouTuber 雖然大家想要怎麼說 我也沒差 但是我自己是自認為 我不是一個YouTuber 我就是一個攝影師 我只是想要 分享到一個平台 讓更多人知道我到底在幹什麼 那這些慢慢的經營 不一定每一次 就是會有立即的回饋 可能一支影片根本沒有人看 那當然是有一支影片 可能忽然很多人看 那我覺得其實都沒有差 就是我們正在創造機會 讓更多人看到 比起你什麼都不做 沒有人看到好 反正我還是會持續的丟影片 在YouTube跟大家分享 反正就無聊 然後就拍片 在忙的時候也是拍片 反正就是拍片 攝影這些就是我的興趣嘛 反正無聊就拍 無聊就剪 然後就來上傳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互動 那今晚我們就快速分享一點 小小的新攝影器材 因為明天要去闖刊 所以一大早就要出門 所以我們就盡量快速分享 然後早點睡覺 看好這個單腳架 然後這個油壓雲台 安裝好啦 這超級快速 這個是YCO年的NUT 然後廠商寄給我 讓我玩玩的 反正我的快箱影片 應該很快就會生出來 然後還有兩個小小的燈 也是YCO年寄給我玩的 那這個是Energy Tube 小小LED燈棒 然後還有一個口袋 小小的攝影燈 那這個應該我也會在下個禮拜吧 盡量在下個禮拜 把那個開箱影片 跟測試影片整個做出來 反正有興趣你們就 敬請期待 掰掰 掰掰 我們下個禮拜